那個東西說真的 對於不是在寫程式的人來說 真的不太容易 你要一下子看懂 除非你是天才 而且有的東西也是一樣 我如果沒有給你們畫面 叫你們一次就聽懂 除非你也是天才 不然你怎麼可能 這些東西 你叫你要看一遍 我做一遍你就會的話 那恐怕你應該是比爾蓋茲 或者是賈伯斯之類等級的人 才有辦法 OK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如果你要加 如果MOD 這個MOD也是一個範本 以後如果你看到求余數 求余數要怎麼做 其實就是這個範本 求余數如果等於多少的話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介面 不過真的介面 因為各位也是初次接觸 有些東西是初次接觸 所以這個介面的操作 還是需要多做幾個 相似的範例 不然的話你還是很快就會不熟悉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尤其前幾期同學都是一樣 可能上個禮拜做還可以做出來 這個禮拜來 又好像又找不到 找不到那個 到底這東西在哪裡 還要想半天 因為你們不是每天在碰的 所以請看畫面 有時候看畫面 或者還是要多練習幾次 然後多參考 這是一個範本 那我教過就是說 第一個還是要怎樣 從這個專案上按右鍵 然後不是有插入表單嗎 就插入表單 然後改名字 這個名字當然不改沒關係 不過建議是改 改個名字 然後改一個caption caption就是它的屬性 對不對 然後再放在 放上你要放的 這相關的元件 裡面最常用的就是label 有沒有就是a嘛 然後可以填資料的話 多半是用什麼 用那個文字方塊 小a嘛 小a小b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combo box下拉選單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按鈕 那這些東西 你就反覆反覆操作 你手邊如果有相關的 那個表單 可以把它變成 自動化的表單 其實手邊一定有很多表單 那你就可以試著把它變成 類似像這樣的表單 然後每天每天用它 然後多用幾次 我想慢慢的你也可以很快上手 ok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表單部分的話還是要多用 那表單裡面有所謂的combo box 有沒有將來如果要下拉選單 會自動出現的話 就在這一個user form的一個事件 就是它自動初始化的時候 要增加幾個項目 就類似像這樣子 就下拉選單裡面的東西 變成說你程式算寫要把它加進去 用什麼add item的方式把它加進去 然後自動化 當我點點了它自動會跳 這邊是一個change 有沒有當這個改變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呢 如果是查的話 啊一副一副它裡面的只是查的話 那